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听传音大夜声 你所言与人平生 长宁国里终一续 六百元素沧海一梦 相信消息灵通的朋友 应该已经知道 周深去了重地把这档节目的 录制现场 他和张绍刚老师一起买东西 慰问了参与节目的嘉宾 周深很活泼 张绍刚老师也比较幽默 所以现场的氛围 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周深降临重地把这件事情 大家并没有感到惊讶 之前周深曾为重地把这档综艺 演唱过主题曲 《牙》这首歌 调性与节目真的很契合 我想我有一朵梦的花 的枝崖 我会天平黑夜和暗涌 等着太阳 开吧 像花一样 阴光的方向 把开头抬去靠张身心的模样 张帮 像树一样 触碰天航 勇敢的 坚定的 拥抱世界的勤劳 相信 关注重地把这档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知道 节目嘉宾在完成各项工作的时候 难免会把衣服弄脏 周深与节目嘉宾互动的时候 他并没有在意这些事情 真的觉得这个细节很暖心呀 周深不是在刻意打造什么人设 那就是他最真实的反应 大家之所以喜欢周深 就是因为他站到了很大的舞台之后 依然保持着扬帆起航时的那份纯粹 可能对于很多嘉宾来说 重地把这档节目的体验很新奇 可对于周深来说 他在看到拍摄环境之后 应该不会太惊讶 周深是苦出神 如果大家看过他的采访 应该知道他小时候真的吃过很多苦 从山村的留守儿童 到万众瞩目的实力派歌手 只有在接受深度访谈的时候 周深才会聊到这些话题 在日常参与节目的时候 周深不会回避自己的过往 但他也不会主动引导话题 因为他不希望让观众觉得自己卖惨 在重地把的录制现场 周深没有待太长时间 主要是因为周深的行程实在是太满了 周深需要出席很多的活动 除了赶路之外 周深还要花时间打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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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特别辛苦 因为他热爱歌手这份职业 他很享受当下这种忙碌的生活 如果周深真的觉得 工作超过了他能成熟的极限 他会去调整自己的节奏 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不需要太过操心 虽然在种地吧 周深只是惊鸿一瞥 但他在奔跑吧 第十一季的客室常驻嘉宾 每周都能够看到 周深的综艺 在舞台上散发着 万丈光芒的是周深 在综艺中 嬉笑打闹的也是周深 因为这些有趣的综艺 我们才能看到 更加全面的周深 一个月发了七首歌 粉丝想知道 为什么你发歌能够如此高产 我想说 因为他们听到的 现在这还不叫高产 因为还有很多首歌 已经录完了 还没有发 然后我其实每天也在谈课 所有的歌的 发的时间会撞在一块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 就希望他们能够岔开吧 但是我觉得 就之前的想法就是 能够唱歌的歌给大家听 所以我会比较多 那大家就 承受一下吧 我跟随便拉过来一路一边 对我来说 那太平常在做的事情了 我想把它当成二传那张专辑 真的需要考量考量再考量 思考思考再思考 哎呀 大家提高很大着期待 反正就是我加油 你等待 等待 很讨厌哦 周深不知道怎么开嗓 真是太烦恼了 因为我唱歌 不用开嗓 但是周深唱歌需要睡好觉 哈哈哈 我想我会用心守护他 等春夏会长大 我会低落动霜霜霜 是他的枝崖 我会天平黑夜和暗涌 等着太阳开发 像花一样 阴光的风向 阴光的风向 破开拖台去可掌成型的模样 长发 像树一样 触碰天堂 勇敢的 精灵的 拥抱世界的气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